随着艾滋病的不断传播和艾滋病患者人数的日益增多 艾滋病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 为了使人们更加了解艾滋病危害、宣传和普及妨碍知识 11月6号上午泰国卫生部、泰国人口与社区发展协会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亚太艾滋病协会 在曼谷联合召开2013年第11届亚太艾滋病大会新闻发布会 据了解2013年第11届亚太艾滋病大会将于本月18号至22号 在失利级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本届亚太艾滋病大会将为各国专家、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提供平台 并展示富有创意的艾滋病研究项目 本届大会将对亚太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艾滋病交流论坛 成立20年来 亚太艾滋病大会在提高公众妨碍意识 宣传和引导人们关心和帮助艾滋病患者等方面上 发挥重要作用 宣传和引导人们关心和帮助艾滋病大会 宣传者开慢慢的处理 宣传者的处理 宣传者的物品 衣服在各国内外处理 宣传者的物品 宣传者的价钱 东盟卫视MGTV记者 陈顺德 庄里敏 泰国曼谷报道